回到新闻现场继续来关心公共电视 今天要审订七届的董监士 却因为国民党五个委员集体缺席 导致过不了门槛 对此文化部长李永德痛批 这是政治绑架 来听最新说法 我们都尊重审查委员的最后的决定 国民党所推举的审议委员 这个集体缺席 这件事情是创下的一个非常遏制的案例 那么这个就是赤裸裸的 叫政治绑架 李永德表示 今天的审议会表决 是下次会议再实质审查 但是部长说了 下一次会议时间还没定案 但是公事董监士 已经延宕超过一年都没有结果 已经在跟现任的董监士商讨过 由他们延任持续来帮忙 直到新的董监士选出来 而且这可能会是长期抗战